好,首先呢,非常感謝江財主任 給我這個機會讓我掌握了全班 全文保持的下班時間 然後第二個,其實我要澄清的是 其實我的主要工作是在我的社會 就是我們的國際教育、社會的領域 那個藝術以為只是我的兼差 所以稍微澄清一下 好,那我們就開始我們的世界風情化 那其實這主要就是我們的國際教育的部分 主要我們大概是分成四個部分 第一個是活動的緣起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整個活動設計的理念 還有就是我們的活動的實施 還有就是未來的規劃 好,那第一個部分就是 為什麼會做國際教育這件事情 第一個主要是其實我們有 我想我們萬投老師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我們的英語情境中心是非常的特別 跟別的學校的英語情境中心比較起來 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其實包括了所謂的傳音中心 包括了所謂的世界風情 還有我們的萬投的機場 這三大空間 所以其實我們結合了我們的校園課程 所以我們不應該只有在裡面做英語的教學 應該其實統整其他的領域的課程 然後再來就是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想透過這次的分享 我想除了分享我們的老師的成果以外 我想特別就是說明一下 國際教育的實施策略的概念 因為這其實是我們台北市的 國際教育的白皮書裡面的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我們不是只有做這一年 我想未來應該是會持續的走下去 所以大概可以稍微提一下 我們的國際教育的實施策略 那這實施策略裡面就是包括了 我們的四軌並進 包括國際交流 課程發展 教學 教室專業成長 學校國際化 這裡面特別要講兩個 第一個是學校國際化的部分 到底什麼是學校國際化 最主要原因就是 最主要部分就是其實主要是講說 我們有些活動可能就要中文、中文一起說 還有就是可能我們的邀請卡 或是可能要中文、英文都要有 支持我們學校國際化的部分 那其實103年我們就有做國際教育 只是以前的國際教育 103年是比較重視的是國際交流 那今年104年 那突然這些台北市特別說 我們最主要是要發展我們的課程 這個大概是我們的實施策略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願景還有目標 我們願景目標裡面包括了所有這四個 就是大家自己看 那其實最主要我要講的是世界公民意識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主要是在講說 我們要體認自己社區 還有本土對全球發展的影響和責任 所以其實我們的國際教育不是只有在講國際 最主要還要包括我們的在地化 好 那再來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國際教育和其他領域 其實非常的不同 是因為我們其他領域都是 針對他們自己的領域 然後做深度的研討 可是其實國際教育 基本上它其實是統包整個所有的領域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所以其實我們萬福國小的國際教育到底是什麼 我們萬福國小的國際教育 我們就會以 就會以英語情境中心課程為核心 好 然後呢我們就會融入我們的國際剛剛講的 台北市的國際教育的 我們的教學策略還有願景 結合我們七大領域的課程 還有效果課程 然後呢我們做深度的探討還有體驗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用和國外學生 以不同的媒材進行所謂的交流 然後呢實際上是英語的對話 然後成為我們的國際教育 所以我們不是只有限於英語教學 好應該是 我們要讓我們的英語生活化 課生活活化 這是我們大概就是我們萬福國小的國際教育 好再來就是我們這學年度 104學年度 好我們就以陀螺同萬為我們的主題 好所以我們有一個主題就是 應該是玩的 玩啊玩完出好交情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就要和規劃和提博爾 還有就是紐西蘭 然後進行國際交流 然後就同觀這個主題 然後進行深度的對話 好這個 所以我們的活動實施第一個 我們先在9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設計我們的行動方案 包括我們參與國際學校獎的終極認證 就不要小看這個認證 就認證 這個認證15萬 這個認證的15萬 好然後再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國際終極認證的三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雜根在地文化 因為我剛好特別講到 我們的全球公民議師這件事情 所以雜根在地文化 行銷在地文化有在地國際交流 我們就有搭配一些課程 在雜根的部分就是就社會還有健體 然後在行銷的部分就是 眼睛中線的部分 還有就是資訊的部分 那國際交流 我們可能就是利用綜合課來做一些視訊 好 好再來就是 我們的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上了我們的 英國文化協會的網站 那他其實他有興趣 這個主題的 國外學校進行的媒合與討論 不要小看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其實讓業力真實的很多細胞 真的 因為他真的就是那個 我覺得 因為和國外的老師做那樣的討論 其實因為我真的不會 我就真的拜託他 然後他真的也幫我就是做了很多 包括我們重新做簡報 就是他幫我重新做的簡報 包括甚至要跟他 就是跟著英文老師 E-mail來E-mail去 然後也不曉得怎麼跟國外老師 做些對話 也不曉得他心裡在想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相當的辛苦 好再來就是第三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課程的內容 我們這次結合的是體育課 美勞課 然後閱讀課跟社會課 那體育課的部分 就是三到六年級 我們有體育老師 進行我們的陀螺教學 包括了我們的花式的打法 還有就是我們基本打法 那我們其實也邀請了我們的王主任 來就是幫我們做一些 就是讓帶小孩一起玩這個陀螺這樣去 因為其實我以前認知的陀螺 我是要用一個很大的陀螺 然後就跑著 然後那個陀螺就轉起來了 可是其實現在應該不是 它其實可以像扯鈴 也可以像溜溜球 那個我們的 看起來 什麼球 就像以前的溜溜球一樣 是可以 對 是可以在手上這樣子彎起來 對 所以這個部分 那再來第二個 就是 好 我們的社會 那個 國際教育的老師 不是只有體育老師 所以教育會打我們自己來做一次的體驗 其實放了這麼多的時間 然後前面呢 前面就是 那個是陀螺教 那個是陀螺教 這個是有故事性的 有沒有看出來 第一個部分是 繞鈴 就是繞神 然後第二個部分就是準備動作 第三部分就是那個陀螺有沒有轉丟出去了 然後第四個部分就是它丟到架子上 可是不同的人做完成這些事情 所以 他是有圖說的 我有經過隊員設計 好 再來就是美奧克 我們就是製作紙陀螺 其實我們在社群當中 我們有做一些討論 包括說 我們到底有哪些東西 還可以當作陀螺 那其實我們有很多廢物利用的部分 就是前面兩個都是光碟片 然後呢 跟合作社會辦 買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它就可以讓光碟片可以轉 這就是陀螺 不是只有我們腦袋中的陀螺這樣子 好 那這第三個就是紙陀螺 那是 董老師折的 一定不會是我 好 這次董老師在二年級的部分 做教學部分 就是說他讓孩子折出可以轉的陀螺 直接現場 直接教孩子說 我們就折出一個紙陀螺 然後讓孩子就著色 然後讓他轉這樣子 這是他們的作品 好 再來就是高年級的彩繪陀螺 彩繪陀螺 彩繪陀螺的部分 其實我們是 來這個是多好 是彩繪的 這個都不會是我做的 好 這個是看起來就很漂亮 其實轉起來又會不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下個期 就是要讓五六年級的小朋友 來做這件事 把這些陀螺 會送給我們的 紐西蘭的孩子 還有就是尼摩爾的孩子 好 就是很特別的圖案形狀 還有就是線條 然後呢 轉出來就會是像這樣 就是會讓孩子也去 就是去察覺一下 轉出來的變化是什麼 好 然後再來 就是我們在第一年級 有做一些陀螺的部分 就是閱讀課 其實我們特別真的 在圖書室找出來 翻出來 唯一的一本 叫做陀螺轉來轉 對 就是讓孩子 就是讓孩子知道說 其實透過一些簡單的遊戲 不要只有平板 也可以有一些很有趣的部分 好 這個是課程的部分 社會課的部分 社會課中年級和高年級 我們中年級 本來是要當作寒假作業 那現在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可能就做一些調整 就是可能會下個期開始 讓孩子製作小書 就是訪問他的家人說 他們以前玩的童話是什麼 我們就把它做成一本小書 那高年級的部分 我們就會製作海報 那我想就是 都會在四月的多永套月還展出 好 再來就是活動實施的 第四個部分就是交流的規劃 我們現在尤其會和紐西蘭做交流 那其實兩個國家 一個是紐西蘭 一個是尼泊爾 那其實 紐西蘭的部分就是 他們的規模是非常完整 就是我要他出四年級就四年級 我要他出五年級就五年級 可是尼泊爾沒有辦法 然後可以做一化交流 然後因為他們是有網路的 然後就時差四五個小時 那交流的方式 我們就會是以視訊的方式 那相見歡 我們會有一個相見歡 2月15號 認識台灣還有母西蘭這樣子 那我現在就是拜託 那個玉武老師來幫我做這件事 然後再來 尼泊爾的部分就是 他可能就是只有 可能是比較屬於二年級的部分 那沒有網路 所以我們大概就會是以書信 有儀卡 我是講明信念 校長堅持要有儀卡 然後再來 我想影片不看了 這是我未來的規劃 向世界找查 第一個就是在地找好查 那我的重點應該會放在文山區 因為我們必須是在文山區的包裝查 然後再來就是世界平好查 我們會有一個五星級下午查 讓孩子真的去用心看 用心摸 用心聞 用心長痕 用心做 然後最後我們就會是以書 這只是一個初步的規劃 其實我們還會再敢 好 最後感恩還有感謝 我想真的 為什麼會把名字放到最後 因為其實重點是在下面這一群 情義相提的好朋友 對 因為其實我們文系教育專業社群 其實真的 江財主任他規劃了八次 那我們就其實都有過敏的時間 可是其實這些情義相提的好朋友 因為就是讓他們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包括了說 玉琳老師我想拜託你 4年以後我們相見換 要英文相見換 2月15號 所以 然後你要分成三組 就大概跟他講一下 然後我只給他四天的時間 讓他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 然後再來就是玉琳老師 也是請他幫我配音 真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但是還有就是 玉琳老師是讓我最感謝 因為真的 他就是幫我不斷的在寫英文性 他現在英文文明才蠻不錯的 然後雅貝老師就是 明天還要請小朋友來幫我做PPT的部分 還有就是國書老師 所以真的非常感謝 那還有啦 其實露了我們的體育老師 真的就是幫我帶孩子 練了所有四五六年級的陀螺 就是余貞老師 還有那個石沛老師 跟妙玄老師 其實最感謝的就是 威爾跟貝利 其實我們的威爾要幫我們 去完成一個很 一個神聖的任務 就是他就是要幫我去跟那個 有西蘭的一個學校 我們來做一個合作 那也許以後 可能就可以做一個交流 那哪天我們真的要 就是可以一起 就是相約一起去 有西蘭的 對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我的 我的報告大概到時候 應該很 對 來 社長主任 各位老師大家好 因為昨天 許主任後來跟我講這件事 然後我原本以為說 是要講的是 有關我們自己的理念事情 然後呢 在中午的時候 才見到許主任同志說 要做回饋 那這個領域 社會領域 我從來沒教過 然後 這個議題又是蠻新的 那 所以呢 從剛才就開始找一些資料 了解一下狀況 那 這個國際教育 大概 教育部的國際教育白皮書 大概是 2011年 也就大概是 四年半前公布的 那 仔細的看了一下 王偉主任他們 所做的一切事情 覺得真的是蠻不可思議的 然後從 從各方面的資料上面來看的話 這個國際教育呢 它其實呢 主要有四個項目 第一個 國家認同 第二個 國際素養 第三個 就是 全球的進和力 第四個 是全球的責任感 從這四個方面來看 那 王偉主任他們這次的計劃 都已經涵涵在裡面了 所以說是非常的完整 那就一個 一個國家來講的話 那 當然就會從政治跟 經濟方面去著手 那 嗯 我們國家最近的問題 應該是經濟的部分 那我們在努力的要加入 世界上 各個經濟組織 所以 國際化 國際教育來講 對我們國家是想到 重要的一個課題 那 我仔細看了一下 像目前的做法 大概是 國小部分的話 他們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剛才王偉主任有報告過 我們中年級的做 就是 第一年級的做法 做的是 所謂的一個交流的 像米芯片啊 或是 或是一個交流的這些日記的做法 那在 國中中年級的部分 就是 中學的部分 他們做的是所謂的 同步教室的做法 也就是透過 一化的一些 設備跟 就是 應該就 欸 那個要怎麼講 要問 曾老師 會比較清楚 就透過網路跟攝影 然後讓 就 他的名字叫 同步教室 也就是說 我們的學生 跟他們 對談的學生 都藉由這種 網路的 一個錄影跟 即時的一個通訊的軟體 然後進行 交流跟對談 那 欸 我記得 應該是這學期 欸 有到卡爾老師那邊 卡爾老師有提到這件事 那我們也都是在 逐步的進行 然後 那 所以 我是覺得說 就 以 我現在手邊 上面 能夠知道的就是說 對於國際化教育 學校的這個部分 我們學校的這個基報 是相當的完整跟完備 那 因為 我對這個議題 真的不是很熟 那臨時 去看了一些資料 跟大家也是做這樣子的分享 那 其實 要解決的還是一個 全球化 我們台灣需要面對的問題 好啦 那就先講到這邊 接下來好像 照那個 時辰表演 但是 請校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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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